各位中时电子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峰 最近啊 因为这个朝鲜半岛北韩这个世报清淡 所以呢 情势非常的紧张 搞得美国跟这个北韩的关系 还有中国大陆跟北韩的关系都非常的紧张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讲一个题目 我今天想做一个揭秘啊 这个揭秘的主题呢 就是蒋经国跟美国总统甘乃迪 曾经密伤要炸毁大陆的核弹工厂 那这个时间啊 时间点是在1963年的9月 当时的蒋经国他的官衔 他的身份是行政院政务委员 他以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身份 代表他的父亲蒋介石到美国去访问 这个访问当然是一个秘密的行程 当时呢 他秘密的会见 美国总统甘乃迪 那会谈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 就是要怎么样 让美国同意台湾方面反攻大陆 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呢 这个要跟这个美国啊 甘乃迪来密伤 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秘密的破坏 中国大陆正在发展之中的这个核子弹 因为中国大陆从50年代的晚期 一直到60年代的初期啊 在积极 积极的在中国大陆的西北部啊 搞了好几个这个核子工厂 要做原子弹 那蒋经国 蒋介石呢 跟他的这个儿子蒋经国父子啊 可以说非常的紧张 如果中国大陆这个原子弹搞成功的话 对他的所谓的反攻大陆 甚至于对台湾的安全啊 都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威胁 所以蒋介石父子啊 这个念之在之 要怎么样摧毁这个美国的这个原子弹 那可是呢 当这个蒋经国啊 把相关的计划 跟这个美国总统甘乃迪 做了一个汇报之后啊 美国的总统这个甘乃迪啊 就跟这个蒋经国讲 我们在两年 我们在一年多前啊 美国中央情报局 曾经啊 在古巴的这个侏罗湾啊 发动一个秘密的一个攻击事件 在这个秘密攻击事件之中啊 美国方面惨败 所以呢 我们不希望再发动类似的这个攻击行动 那为什么会这样告诉这个蒋经国呢 因为蒋经国告诉他啊 我们台湾方面 可以训练三百到五百名这个特战部队啊 用空投的方式 到空投到中国大陆的这个西北部 大陆的这个核子弹工厂啊 这个附近呢 空降之后啊 我们用爆破的方式 把这个大陆的原子弹工厂爆炸掉啊 把它摧毁 那这个是蒋经国的计划 可是呢 这个甘乃迪听了之后啊 就当场给他的否定 那这个否定之后 台湾方面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 可以说这个事情就搁浅了 可是我们说啊 其实啊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 在这个1950年代啊 1950年代有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就是这个 这个基辛吉博士啊 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核子武器与外交政策 这本书的英文的名字叫做Nuclear Weapon and Foreign Policy 这一本著作里面啊就讲就是一旦苏联有了核子武器之后啊 美国啊 他的全球战略的方式 战略的思想也要随之改变 所以受这本 基辛吉博士这本书的影响啊 当时的美国总统啊 就是甘乃迪之后 甘乃迪之前的一位美国总统 这个艾森豪就讲过一句名言 他说啊 当苏联有了核子武器之后 我们除了选择和平 别无选择啊 换句话说 美国在全世界啊 还没有其他的国家 还没有核子武器的时候 他是世界的核子武器的独霸 可是一旦这样的一个局面 被这个苏联打破之后 因为苏联在1949年发展成功原子弹之后呢 这样子的一个独霸的局面啊 美国独霸的局面就不再有了 那所以呢 当别的国家有了核子武器的时候 美国只有选择 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 核子武器发生的一个危机的问题 可是呢 这样子的原则 其实也是有例外的 什么样的例外呢 就是以色列 那以色列我们都晓得 这个国家 犹太民族啊 民风非常的强患 他的国家意志非常的坚定 他这个在 以色列在这个穆斯林的这个环绕 穆斯林国家的环绕之下 所以呢 以色列这个国家 他的生存意志啊 非常的坚定 他的敌我意识也非常的这个清楚 所以呢 当以色列面临到一个危机 这个危机呢 是他在1981年年初的时候啊 透过这个以色列的情报系统 得到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情报的一个讯号 这个危险的讯号就是说 1981年年初啊 当时的这个伊拉克的总统啊 海珊啊 大陆翻译成侯赛英啊 海珊呢 就跟法国的当时的总理啊 这个希拉克啊 秘密的签订了一个协议啊 因为我们晓得在1970年代 世界发生了几场非常严重的这个石油危机 那所以西方国家啊 一听到这个石油危机都非常的紧张 当时的法国呢 就这个饱受缺油缺气之苦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伊拉克的总统海珊就抓到了法国的一个弱点 可是呢 法国有一个优势 法国的优势就是说 他是世界上少数的拥有核子武器的先进国家之一 所以呢 海珊就跟这个当时的法国的总理 希拉克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 这个秘密协定就是说啊 以后法国你再也不用筹这个缺石油缺天然气 我们可以无条件的供应给你啊 但是呢 法国你必须满足我的一个重要的需求 什么重要的需求呢 我们伊拉克想制造原子弹 想制造核子弹 那核子弹呢 法国我们就是伊拉克希望法国 这个无条件的供应我们相关的制造核子武器的重要的设施 机器的设备 还有武器级的这个核子燃料 如果你答应的话 我们就可以合作 那当然就是双方一拍即合 合作之后啊 这个对以色列来说啊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 我们晓得啊 伊拉克有一个奥斯拉克 奥斯拉克地方就是伊拉克当时跟法国合作 要来成立一个原子弹工厂的一个地方 那以色列得到这样的一个情报讯息之后啊 觉得这个非常危险 因为伊拉克跟以色列的这个地理位置啊 中间只隔了一个约旦 如果它发展成功的话 如果它装上这个导弹的话 对于以色列可以说是具有生存上的严重的威胁 那所以呢 以色列就在1981年的6月7号这一天啊 发动了一个代号名称叫做巴比伦行动的一个秘密军事行动 军方啊 一共出动了八架F-16 6架的F-15A 一共有14架的这个飞机啊 这个14架的飞机经过千里的奔袭啊 从以色列啊 用低飞的方式避过了这一个各国的这个雷达 包括约旦 还有沙兔地阿拉伯 用低飞的方式啊 迅雷不及掩耳 千里奔袭啊 飞到伊拉克 奥斯拉克的这个地方 奥斯拉克就是它的原子工厂 14架飞机投下了许多的这个炸弹 把奥斯拉克地方的这一个核子设施啊 移为平地啊 这个就是轰炸之后 这个伊拉克它的这个原子炉 原子反应炉被炸毁之后的一个面貌 那换句话说 伊拉克要做原子弹的这样的一场梦啊 就是被以色列硬生生的给摧毁了 给打破了 可是呢 这个事情就是说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啊 伊拉克他还没有制造成功原子弹 所以呢 以色列用非常强悍的方式 出动袭击啊 才可以成功 如果说像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什么情况 就是说啊 像朝鲜北韩 他已经发展成功了 而且发展成功呢 他是两弹一星的计划 就是说除了原子弹之外 他也做了氢弹 同时呢 他也做成功了 研发成功了 洲际导弹 洲际飞弹 所以呢 在这样两弹一星 通通成功的情况之下 美国啊 就是川普政府 如果要采取突袭行动 去摧毁北韩的核子设施啊 是根本不可能办到了 因为啊 这个不可能办到的原因就是 1957年 季辛吉博士 这一本 核子武器与外交政策的书里面 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 艾森豪总统也说了名言 就是当你的敌对国家 有了核子武器的时候 你只有选择用和平的方式 所以我们这张照片啊 可以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北韩已经拥有两弹一星 这个北韩这张照片啊 是美国应该是美国情报单位 取得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这张照片上面有三个重要的人物 包括北韩的火箭科学家 叫金正直 这一位呢 是北韩的非常著名的空军将领 叫金炳哲 那右边的这一位呢 是北韩武器研发部门的首长 叫张昌和 这三位啊 应该就是啊 这三个人应该就是金正恩啊 他在从事所谓的北韩的 两弹一星的秘密计划当中 三个重要的灵魂人物 所以现在国际社会啊 面临的一个现实就是说 不得不承认啊 北韩他已经是一个 核子俱乐部的一个成员 我想这也就是当 现在啊 当下东北亚 还有整个亚太地区啊 必须面临的一个 地缘政治的危机跟现实 你会先不承认啊 你会先不承认啊 你会先不承认啊